HELLO 現在是5時20分 我剛好想跟大家推薦這部52的超像畫 非常有趣的一條無道六像 你可以說是無道六像 因為它是用一種肢體表演和電影的方式 去拍攝的一部電影 大家可以去看的時候 可以放開一點去看 很多人去看電影 未必會說我什麼電影形式都會 或者音樂類型都會嘗試 或者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不喜歡舞蹈的 我就不會去看關於舞蹈的電影 或者我不喜歡看BOXING 他們未必會嘗試看拳擊的電影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單純說舞蹈這件事 其實裡面有很多 你會看到有52個人 好像有52張智劃像一樣 你會看到他們拍攝形式很簡單 就是每個人都是一個SWAT 但你會看到裡面的音樂 或者是每個人用肢體表現的狀態 或者是他的服裝也好 你會看到很多關於人生 或者是每個人對於生活體驗的一個表現 雖然他們不是用去說話 或者是用對白 他純粹用肢體 相對上比較抽象的方式去說 關於他一些經歷 或者對於一些事件的看法 但是他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好像在看 其實不是單單沒有這件事 或者是一個拍攝的形式也好 你會看到很多是關於就是 關於就是 關於什麼呢 關於 關於 很有趣 真的沒有這件事 很難用言語去解釋 因為有時候要解釋才會明白的事情 永遠都不會明白的 但是你在裡面 我會很強烈感受 你會看 好像你認識了很多人 然後 突然看完你 會覺得經歷了很多事情 然後你的心是豐富的 所以我會推薦大家去看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 真的可以 撇除了所謂 我喜歡舞蹈這件事 或者是 我懂不懂看這件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由 如果你是對於影像有興趣 或者是對舞蹈有興趣 或者你未必一定會跳舞的 但是你對於生活是感興趣 或者對人有興趣的角度去看這部影片呢 你會收穿很多 很多是你生活以外 未必會看得到 去感受得到的 的東西 嗯 不如大家看完 你又跟我聊一下 嗯 現在都晚了 嗯 有機會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